我们节目里面常常讲说 小朋友 其实大家现在年轻人 夫妻生孩子都有压力 想说没有钱养小孩什么 但是你真的深深感觉到说 女儿是来报恩的 有待财 真的你知道 其实在我刚怀孕的时候 我上网说 就是例如说 就是月薪最低多少 可以养活一个小孩 或者是说你有多少钱 可以养活一个小孩 当然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担心 我想说未来压力会很大 可是每个人都跟我讲说 你放心 因为每个小孩的到来 他都会自己带他自己的便当来 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吗 好 反正后来就是 我在怀孕的慢慢 我大概在第六 六七个月开始就感觉到 因为六七个月开始 就很多赞助是要赞助他 但是他们根本还没看过 就是他的样子 然后也还不知道他生出来 会长怎样 因为我觉得每个小孩都很可爱 有的人就说没有 有的小孩你看到他 你会说不出好可爱 好漂亮 你会说好健康 就是会这样子 然后我说真的吗 他就说真的 他说真的还是小孩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然后就开始 那个时候就很多赞助 就是还没有生出来的尿布 奶粉 然后奶嘴奶瓶什么都已经 就是指明要赞助他 然后我觉得天啊 他真的带来了很多的好运 然后他就是也来帮助我 就是让我省了很多的钱 然后包括月子中心什么 他都帮我一条龙的安排好了 然后等他真的生出来之后 然后大家看到他 又觉得他超级可爱 就变成赞助不完 就是可能就椅子 我们家的椅子 就三四张都他的 然后婴儿床也三四张都他的 然后包括他的副食品盒 也有人赞助 然后包括他的那个娃娃 然后他的痘痘背 反正他所有的东西 都有人赞助 然后也很多人要 就是认他当干女儿 然后就是好多人也送他礼物 圈内超多人都送他 好多好多礼物喔 好像大家也就忘记我这个人了 然后突然间 因为什么 你知道就是 就是连我生日 我生日那一天 然后我就收到一个 拉拉木的就是的电话 就叫我说有快递要给米苔木 我想说天啊 米苔木 才几个月怎么会有快递 然后结果就是 也有厂商祝我生日快乐 但是那个礼物是要送给米苔木 那一天是我的生日这样子 就是全部都是他这样子 来 我们这边问一下阿美老师 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可以生到来报恩的小孩 这个题目很简单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大家 比如说大家生小孩都想着说 小孩未来会不会孝顺我 小孩到底出来有没有成就 小孩到底对我是孝而不孙 还是孙而不孝 也都有可能会发生 那我们今天帮大家列举前三名 就是我们在子女宫的部分 大家可以帮我们找一下你子女宫 观众朋友帮我找一下你的子女宫的部分 像小小孩的子女宫在右下角 有个子女宫的部分 然后布兰妮姐在右下方的 右边甩第二格 右下第二甩第二格 有个子女宫位置 所以观众朋友找到你的子女宫 上面会有相对应的星象 那如果等一下没有讲到两位来宾的 就是上面的星象的时候 我会帮大家做个解释 就是说你们小孩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样貌 甚至是 当然私家这边已经很大了 所以我跟你叙述一下 上面叙述了什么样的状况会产生 你们的互动关系会是什么 以及他到这会不会真的 其实非常的对你加分还是扣本 我会帮你们大概分析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名 来第三名是 如果你的子女宫上面有左腑跟右臂 两位来宾没有 如果你们上面有左腑跟右臂的话 有个特点 左腑是属于主动积极型的形象 右臂是属于那种可以跟你心灵交流的形象 所以如果你左腑右臂放在一起 就是说我的小孩生出来 我看到他 他可以跟我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 所以良好的关系就是 除了他会把他资源给你之外 他愿意跟你倾土心事 他愿意跟你分享生活大小事 甚至他很贴心的会知道 你需要什么 你缺了什么 或者是我可以做些什么 然后让你很开心 所以左腑右臂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形象 所以如果在子女宫代表我看小孩的样貌 所以有左腑右臂的小孩 就代表说他对我是完全加分 不只是心态上的互动 甚至是在于实际行为上的给予 所以只要有左腑右臂 通常来讲举例孝亲费 或是实际回来一起吃饭 就不是只给钱人不在 是给了钱人还会在 还会定期回来 甚至会有定期连接 所以他还是我们今天的第三名 就在子女宫如果左腑右臂的话 好 OK 再来是第二名 来 第二名是上面的形象是 太阴加上天葵 其实太阴是一颗感情星 所以我的小孩是太阴 就像刚刚我们在叙述布兰尼一样 把他变成小孩就变成说 这个小孩是一个以爱为中心的小孩 这个小孩是一个以你为中心的小孩 所以妈妈看到小孩是这个样 代表妈妈对我会付出 小孩对我会付出 小孩对我会很爱 小孩会把所有的爱都给我 甚至小孩会觉得 我把我的爱都给你之后 我的人生就很完整 所以会是一个最孝顺的子女宫 就在太阴这个位置 但为什么旁边加了天葵 我们刚刚是不是解释过天葵 天葵这颗形象其实叫很扛 我们刚刚说第三名 刚刚前面的那个命宫 是天葵的女生 所以你小孩子如果有天葵 代表说 他会是你一生中最大的贵人 所以小孩是一生最大的贵人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他可以把你扛起来 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会扛 所以你有了太阴的柔软的爱的互动 同时又加上了天葵旁边的加分 你就会发现 他除了很爱我之外 他愿意把所有资源都给我 所以布兰尼这边 你的子女宫上面 其实是有天葵的 就代表说 其实思家的性格 虽然很 就感觉很远 可是我有三个小孩 可是所有子女 在那个位置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异象产生 所以他的概念就变成说 你在那边出现天葵就是说 我的小孩对我来说都加分 他们虽然感觉跟我很远 感觉有点严肃 但他们没有让我担心过 他们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可以自己赚钱 可以自己怎么样 可以自己做事 都不用我去管他 但因为旁边有破君 破君这颗心叫自由自在 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有我的想法 你不要管我 我有我自己的思维 你干嘛理我呢 所以合在一起就变成天葵的冷 加上破君的自我 所以我觉得我的小孩 感觉明明就知道我在想什么 但他们就是硬要跟我 反着来 上门掉 但他们不用我担心 可是我始终觉得 我跟他们要对到频率 对不到 我跟子女 不管我们父母跟子女 都是几十年的情缘了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你胜选 因为要跟你走一辈子的 那我们以后如果感情好 我们时常来往 如果感情不好 我们保持距离 也无所谓 我已经都跟我儿子 你也都讲过了 真的吗 没有尤其是施家生了小孩之后 我们决裂两个月 没讲过 那我们大家就要看我们的第一名了 我们第一名的组合 一样有天葵 但是另外旁边是太阳 也就是我们小甜甜的子女公 我们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太阳是第一名 太阳这颗星象呢 就是每天都要 你每天都要看到他 他每天都要升起 所以太阳是一个非常有能力 而且会把自己的光和热给 照耀在所有人的里面 所以你生出一个太阳小孩 简单来说 他除了把光跟热给别人 会感受到他最多温暖的 一定是身为父母的妈妈的角度 所以代表说这个一出来 你就觉得他有点照耀我的感觉 他好像感觉都把光和热给我 而且太阳是一个偏向男性 像你虽然甚至是女儿 但你到最后就发现 他其实像男生 他其实会很man 他的man感就是说 他其实会跟你说 没事妈妈你都不用做 我来照顾你 这件事情我处理 也就是说他的man感就是说 我会照顾你 虽然本身是女生的特性 但是他的个性特质在跟你互动的时候 会展现出 我可以照顾你 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的性格 但里面有天魁嘛 所以我们如果多了天魁 多了天魁的含义其实叫做 他会真的叫做 把你全部都都扛起来 有观众朋友 如果你这边是太阳加天魁 你会发现他不只是扛 他真的是把你当作 就是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 如果你的第一名是太阳加天魁 子女公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在他面前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 他会一肩扛起所有的问题 但有个重点 太阳有个特点是 他很忙 也就是说他会回来照顾你 但是他是属于 跟太阳相比 有个比较大的不一样点就是 太阳是会陪伴在旁边的 但太阳是属于那种 他的成就会很高 他必须要出去 就像太阳一样 他不能说 我只关在房间里面 我不要出来照顾大家 不行 太阳不能做这件事 所以太阳的小孩会有成就 会帮忙家人 会照顾家人 可是他会属于那种 你可以让他自由 就是说 你可以出去做你想做的事 但他一定会回来 甚至一定会把他的光跟热 带回来给你 所以他才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名 就是太阳在天魁 所以小天的位置 你的未来女儿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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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